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走 谢殿下救命之恩 小女感激不尽 公子 插了小豆子身边那个丫鬟 要不是万不得已 我不会出此下策的 当务之急 我们应该尽快把公主送出宫去才行 大胆白夜 本王看上的女人你也敢抢 小时候 我总是追着我三个弟弟问 我娘是谁 长什么样子 其实 我就是想知道自己的身世 倘若真的是她 那预言 来人 给我拿下 小妹她有何罪啊 何罪 死罪 勾引太子 可是事实 是她在博物园偷走了月灵珠 皇上曾经经口预言 说此物可替其消灾打祸 想要皇上来压我 灭国预言流传多年 陛下也从未动过废太子 另择他人的念头 就算是孤中一致 也要拼上一拼 把他拉下马来 问斩 你是什么事 你搞清楚没有啊 方才你怎么不对太子直言 我不想让太子知道我这个小贼 还有三个贼爹爹 殿下 他们提前行刑了 本时已到 敢立决 厄运降临 当朝太子 些雾满之气 回我极西 你是何人 跪下 都退后 太子可能还不知道 自己救的 极有可能是一条 冬眠的毒蛇 小补卦 太子殿下到 伤还没好就要上房接完 但是说我的伤还没好 快放下 我想抱你 把刚到那批上好的金句没拿来 帮我给白公子泡上 是 我现在顶了个假身份 他们都说我高攀 你配得上任何人 至于那些规矩以后慢慢学就是了 你也觉得我没有规矩 需要学规矩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高攀 高攀不起 你这话什么意思 想回归秀房 送她回去 她的企图 根本不像普通婢女 反倒是那长相千金 言谈举止令人生意 我赶紧趁月圆之夜再换一次 说不定就换回来了 换身 这儿啊都是太子给你安排的 他帮你包了整条街 如果我没有跟梅玉山换身 我就是原本 我知道你在问什么 我还是会喜欢 不管你是谁 什么身份 我都会永远喜欢 小豆子居然是生冬了公主 我和小豆子空也无法换回身体 你打算怎么办 悄悄带你们离宫 我做这么多 都是为了保护公主 而如今 我有多了一个要保护的人 既能保护太子 又不会伤害小豆子的办法 只有一个 只有他死了 太子和小豆子 才能安全 我杀了你 也许破除不了预言 大哥不杀你 死的人定是小豆子 把剑放下 白夜你跟我说实话 你要杀他 真的是为了我和小豆子吗 难道我跟你十几年的感情 还抵不过这一刻的信任吗 正是因为你我十几年的感情 今日我才格外觉得你陌生 你是未来的君王 太子妃 是未来的皇后 若立她为妃 本宫怕她得不配位 儿臣心意已决 若母后执意不远 儿臣 便终生不娶 你 升东少将兴世 参见月影公主 公主听过那个预言吗 激西太子爱上升东公主 激西妇妮